立法院长林泉这一趟台中心也来到福田水资源中心视察 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当中 水环境建设计划也是一大重点 而在市府的规划下 福田水资源中心将来将成为全国最大再生水计划的典范 渴望解决台中港工业区以及张滨工业区的用水需求 院长表示相当认同 也允诺要协助加速来推动 台中市水利局长周廷章 透过简报向立法院院长林泉来报告台中水环境建设计划 包括有环境改善水环治理 以及水资中心再生水推动计划 总经费184亿元 也是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一部分 防洪自水 而且要再生给水 而且要能够做到绿美化清水 就是我们一次要解决水的问题不是头痛以头 所以也不是以前的水泥工坊 我们现在所用的技术 还有整个环境的营造 都已经是超越过去治水的观念 这个当然就是前瞻 福田水资中心是全国再生水推动计划规模最大的中心 而另外以薄末处理的水南水资中心 也提报入再生水推动计划 立法院长林泉在台中市长林嘉隆的陪同下也到场试查 而现场清澈明亮的再生水质 未来都将运用在台中港工业区 以及张宾工业区 而市长也表示 目前已经吸引多家企业水混 放流水 其实再生利用的时候是救命水 对工业用来讲 万一你如果一个缺水 或者是民生用水优先 那你未来水价也会增加 所以他们现在都来帮我们签约 要先确保能够用到我们再生水 经济是所以 这个在20年来 是所以经济表现很不好 我们的成长率很低 都是跟台湾的投资部署有关 需要怎么样减少 我们台湾的投资的不确定性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用很严格的环保 我们可以用很严格的这个 一些安全的标准 很严很好的这个劳工条件 来让这个厂商来增加负担 但是我们起码要给它一个稳定的水 给它一个稳定的电 让知道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能够不存在 这是我想这个政府的责任 因此这个再生水的利用非常有意义 因为这个再生水是每天源源不绝的 非常稳定的 如果加上水南水资中心 就近提供中科园区 台中的再生水计划推动 预估每日可以提供 14万吨的工业用水 等同可以让黑水变蓝机 而院长是相当正同 并允诺会协助加速推动 记者连加话台中采访不到